临性嫌犯开着车准备离开巷弄 里面载着同居人和被他杀害的同居人五岁女儿 打算前往桃园卢竹的竹纹渔港砌尸 在林口就把女童母亲赶下车 开到桃园龟山第三公墓砌尸 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接后通报 这户人家屋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赶紧破门才发现里面近视凶案现场 见识人员来到桃园砌尸现场拉起封锁线 发现临性嫌犯早已弃车逃逸 只留下车和女童遗体 女童母亲后来透过有人报警 随后也到现场相验遗体 说他们朋友报的 报说他要煮饭 说他们朋友 他们朋友来报警察 警察和消防罩也都来 25号凌晨凌性嫌犯正在喝酒 因为不满女童不断吵闹 竟然出拳殴打她的头 女童突然倒地没有反应 嫌犯这才发现闯了大祸 原本还和女童母亲讨论亲生 却因为害怕干脆把女童弃失 警方调查临性嫌犯 手机定位 发现她一下子在新北林口 一下又跑到桃源龟山 因为不接警方电话 只要透过女童母亲出马 好不容易联系上 灵性嫌犯 她才得知警方已经介入 最后定位在新北淡水 三重一带逃窜 警方也正掌握行踪 要把没有人性的嫌犯救出来 记得许志明 谢谢大家